大家好 我是季怡老师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今年的5月16到5月18 我跟我先生去参加了澎湖的花火节 那重点呢就是这一次去我完全没有涂防晒 没有涂防晒 想说澎湖这么热不涂防晒可以吗 是的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测试 澎湖花火节真的很漂亮 而且这次他还有无人机 真的很值得看 然后他到6月27才结束 那我这次参加的是5月16号的这一场 非常的棒 他在马公司的观音亭那里 一年一度一定得参加 太好看了 那我在5月17的时候 其实我就针对我想要的 这一次就是没有防晒之旅就下了一个记录 那在5月17号的早上 就是中午时间是1点多的时候 我们刚下船 那时候因为我已经被热到出游了 这是我在船上拍的照片 我已经被热到出游 所以我们到了吉倍的活动中心的时候 我就立刻先去上个洗手间 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就先洗脸 然后这是我随时期待的小包包 就是不管走到哪里 这小包包一定要跟着我 那这张照片呢 是在我在5月16 就是我们登机要从高雄飞到澎湖的时候 我自己用手机的后镜所拍下来 就是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去澎湖赛道的照片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5月17的早上 我们就是我跟我先骑着摩托车到北海游客中心 因为他离马公有一小段距离 说我们大概骑了25分钟 然后一样没有涂防晒乳 然后我也忘了戴到口罩 就是那种防晒口罩我也忘了戴 但是我制备了 我从台东带来了自己的半照式安全帽 然后他是有深色的挡风镜片 那挡风镜片他是号称他可以抗UV 不过就加减用 其实我是要挡风啥的 那这个呢 是我在5月17 就是我们开始到 即被玩海水的时候我拍的照片 这是下水前 那这是下水之后 下水之后我的脸皮就破了 那我一样就是有打卡做一个记录 就是那一天我玩海水的时候 我的脸皮就是被海水给弄破了 然后就是泛红然后加刺痛 因为越来越痛我受不了所以我就上岸 然后就是冲水之后就敷面膜 然后敷完面膜之后 我就是有上自己的保养品 然后这个也是桌下记录 就上来的时候我脸受伤那我就敷面膜 然后敷完面膜之后呢 就是我们到了游客中心 我又敷了一次敷完之后的效果 然后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击贝游客中心的时候 我们等着要回去马工 然后我想说没人认得我吗 所以我又敷脸了 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 后面这里 波涛汹涌 好赶快滑过 然后这是我敷完第二次面膜之后的皮肤 然后一样是用后镜 所以就看得到我脸上的一些小小瑕疵 但注意看哦 都没有什么皱纹耶 有没有好厉害 然后这个呢 是当天晚上我的学生请我吃饭 然后我的脸呢 已经几乎完全恢复正常了 没有上任何的粉底 没有上妆 也没有上口红什么都没有上 那我依旧亮白 尤其是在我亲爱的老公旁边 我整个就是白 因为他就是很黑啊 然后在隔天的早上起床呢 我又继续敷 然后这次的不涂防晒之旅 基本上就是成功的啦 非常开心 我完全就是白着去白着回来 然后没有涂防晒 然后我自己有做一下记录 就是在5月16 我在飞机上拍的照片 到5月18 我准备要从澎湖回来高雄的照片 我好像变得更白了 完全就没有黑的感觉 然后针对这个部分呢 我接下来就是要做文字说明 然后这张图呢 是就是要跟大家解释用的 斑点的形成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紫外线的照射 以及皮肤的保水度 它会影响到你的斑点 是否会形成以及出现 我们皮肤的保水度如果良好 那就有良好的条件 让紫外线产生折射反应 什么叫折射反应 就是这样折射反应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防晒 它主要就是白色的粉末 它其实就是要做到一个折射的效果 我们都知道白色会可以折射 那但是黑色它就是吸附 然后如果我们的皮肤保水度不好的时候 它会出现紫外线产生穿透反应 那什么叫穿透反应就是这样 穿透反应 穿透反应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我们皮肤保水度不好 它的穿透反应会把你肌底膜 就是我们表皮层底下肌底膜 这一排黑色母细胞刺激出黑色素出来 它会释放出来 那黑色肌底膜的黑色细胞它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们表皮层的这一段 它很薄哦 它只有一张A4的厚度薄度而已 那我们在表皮层的 我们知道表皮层最上面是角质层嘛 然后接下来它的最后一层 第四层就是肌底层 肌底层这边就是会有一排黑色母细胞 它就是专门分泌出黑色素 那紫外线的穿透反应会刺激皮下的 就是表皮层底下的肌底膜 黑色母细胞分泌出黑色素出来 那大家知不知道黑色素到底要出来干什么 它又不好看它出来干什么 它就是要出来保护我们的皮肤不被晒伤 所以大家看过黑人被晒伤的吗 几乎没看过嘛 对因为它有天生非常良好的 就是保护机制就是它的黑色素 那记忆老师天生皮肤就是很薄 然后看得到微血管 就是在医美诊所皮肤科医生的眼里 我就是那种九朝级 就是九朝肤质 那我皮肤很薄容易泛红 晒一下下的太阳我就会全身长斑 是的是全身不是只有脸 耳朵也会长啊脖子也会长斑 胸口手跟脚都会长斑 那我在前几年我就发现了 我在日照之后啊 我出了斑点 我只要能够立刻就是洗脸降温 或者是湿毛巾擦拭我的身体降温 那我皮肤上的黑色素 它可以立刻消退 这是我自己的实验 但我不确定其他人这么做的时候 是否可以得到一样的效果 那正确的相关原理 其实我还在了解当中 因为我是只有是我自己嘛 但是借由这个发现 我就想说 那我这一次到炎热澎湖玩 我也想试试看 我自己的想法跟做法 嗯 什么呢 就是这个 防晒乳是不是 有想象中这么的重要 不能算名字啊 因为大家是鼓励要做好防晒 因为好像防晒没有做好人就容易老 可是你有看到我老了吗 好像也没有 其实我很少在用防晒 因为我觉得它有点闷闷的 但有需要使用的时候 我还是会用啊 我在玩海的时候呢 皮肤被海水侵蚀出现的刺痛反应 那我脸也被晒红了 我在上岸的时候 就先用清水冲洗脸部 接着我就是先敷自家的面膜 我总共带了两款 保款呢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修护跟保湿 那后款呢 它就是美白跟镇定 那我先敷了保款 而且我只敷了短短的20分钟而已 因为先敷到20分钟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刺痛感已经有消退了 所以卸除之后 我并没有用清水冲脸 因为我的保款的面膜 其实它是比较水的 然后我卸除完之后呢 我没有洗脸嘛 那我就直接用那个奇迹精华液 然后还有那个水立方精华水 然后是先上 那主要我们奇迹精华液 它是针对问题肌肤可以专用的 还有我还有家用了 我们的今年度新出来的新产品 就是紧实美美霜 它除了就是紧实皮肤 就是预防老化之外 它也有良好的保湿效果 然后因为这款我们有特地设计过它的质感 它是不油腻的 就是你涂上去之后 虽然它是假裳保湿型的双品 可是它并不油 它使用起来是很舒服 那结束水上活动之后呢 我到了集备的游客中心等船 我刚刚最前面讲过了嘛 因为还有40分钟 所以我会再次敷脸 反正也没人认得我也没有偶像包服 就放心的敷啊 重点是我要辨摆最重要啊 大家说是不是 好的 以上就是我不使用防晒 在澎湖走跳三天两夜的心得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分享按赞 然后留言给我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也欢迎订阅我的视频 追踪我 然后想学习更多的美容知识 记得开启YouTube的铃铛通知 谢谢大家